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就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12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 一定跟大家息息相关 因为台湾大家都知道 水果王国 我们每一年种出来的水果 糖分一年比一年高 那个什么糖度又到了 15又16 已经接近要报表的一个情况 我们台湾的农民太厉害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种得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聊一聊跟水果有关的 好 我们先把今天呢 我们这位专家太重要 因为我们要请大家 专心的仔细的听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 很喜欢吃蔬菜水果 今天一定要让大家学习到不少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大业大学食品纪生物科技学系的 柯文青柯教授 柯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今天真的要借重这个柯教授的 尝试跟知识 来跟大家来解密一下 因为台湾农民太厉害了 真的很会变出 各式各样的水果 譬如啦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资料 来跟柯教授好好聊一聊 你知道我看到了这一篇排行榜 我才知道说台湾其实哦 种出来的水果产量最多的 也是产值最高的 我原本以为是香蕉哦 结果后来看到报导才知道 很shock 原来是凤梨耶 凤梨 对 所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 那个凤梨酥是这样来的吗 凤梨酥它是用土凤梨 现在凤梨都是改良的这个品种 对 土凤梨它比较酸一点 是 对 所以是因为土凤梨 为什么我们台湾某一家 凤梨酥它卖到国外去 它就是标榜土凤梨 土凤梨 那原来的凤梨酥 它不是用凤梨 我后来才知道 它是用冬瓜线 对对对 我跟大家讲一个网站 请大家如果说 你现在不是在开车好不好 你可以使用手机 把这个网站记下来 叫做 风食公益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 那个风是三点水 然后在一个很丰富的风 然后食就是吃东西那个食 这个网站有很多资讯 我每次透过这个网站 然后找到教授 为什么会这么问 是因为我一直吃 因为我是基隆人 然后基隆人最有名的就是 李湖饼店 我一直吃到我30岁 我才知道那个凤梨酥 夹的米面不是凤梨 竟然是冬瓜 那好好的凤梨酥 为什么夹冬瓜 它的口感比较适合 而且它的黏性什么什么 刚好来做这个馅料 是非常适当的 是 所以以前早期的凤梨酥 都是夹冬瓜内馅的 大部分是这样 然后后来 也许有凤梨 但是它的占的比例是很少 是是是 它变成一个负的 了解了解 所以其实台湾产量最多竟然是凤梨 也是产值最高的哦 是 一年哦 手上的资料是可以产值到130亿耶 像像以前我是在食品工厂工作 对 那个年代的凤梨的外销罐头 是是 我们也是占 在世界上也是占前几名的 哦是哦 对 我们凤梨本来就很有名 所以我们才有台凤公司嘛 有没有 了解了解 台凤公司 但是后来台湾的凤梨就是 因为它的那个品质 没有泰国的那个品种那么好 嗯 所以我们就萎缩了 了解 但是现在农业技术太厉害 是 那农民很会去 很厉害 他们很厉害 而且小时候吃的凤梨都会刮舌头 现在吃的凤梨都不太不会刮舌头 现在是什么 什么牛奶凤梨还是什么凤梨的 很多吗 还有那个不同的这个改良出来 它的那个编号也不一样 对 像现在那个叫做 金钻 对 金钻 对金钻凤梨好甜喔 可是我不得不说 我还是喜欢有一种 我不知道水果就要吃起来 有一点点缺陷美 我觉得才是美 你懂吗 以前人家会觉得酸不是美 奶几好了 然后现在盛产期嘛 奶几啊 或者是凉莖啊 它倒就是要甜啊 它如果有点苦味 有点酸味 那就是不能卖好价钱嘛 可是问题是 我就觉得水果就是要酸酸甜甜 才叫水果 以前小时候吃的水果比较原始 它有一个四口 有一个糖酸饼 对 你如果这个水果你甜 那你就要有酸 对 这样你吃起来才会有那个口感 才不会腻嘛 才会好 可是现在的东西改良到 我不知道 这怎么 为什么标榜到说那个甜度 那个甜度表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般就是用糖度剂去测定 是是是 实际上它是一种折射质 对 那我们在做品管的时候 通常是用这种折射剂去测定它的糖度 所以是一个四脂的那种概念吗 不是 它是一个 折射剂 好酷 对 所以是可以 所以在我们来说是很普通 它是折射 那你可以带一个给我吗 不然不然我一直在口无遮来 它那是怎么用的呢 一支大概三四千块 两三千块 它可以从零 像我们水去测就零 零对 蒸馏水去测就零 这个好酷喔 你如果是糖 一%的糖 它测出来就一 了解 10%就10 测糖 它是用测糖糖标准 去规划这个设施 是 器具 是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器具去检测这些糖果的甜度 那这样子就很方便 而且很快 对 了解 好 不然我们就先从零来开始好了 为什么以前人家说 在削凤梨的时候 要怎么样让那个凤梨不会刮到舌头 我妈妈都说 我不知道 我们今天来有科学实证 来 我妈妈都说 那个鱼啊 不可以去折尾水 其实我们了解它的原理 它这个凤梨 很多人是讲 它是有蛋白酶 蛋白酶 的关系 是 这个蛋白酶 因为它这样子 会让我们有那种刺激的这个感觉 对 但是也有 我看到有一个报导 它说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 它说是它的成分里面 有这个草酸还是什么 有一个酸 它有那个结晶体 对对那你跟我们的舌头的神经去接触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这个刺激感 了解 但是大部分都是认为它是蛋白酶的关系 就是分解酵素的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要问你这个 那最后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那跟鱼啊要去折尾水有关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 我觉得 不是这是坊间的传言 如果是 而且很多人都相信 如果跟这个水会有关系 我是没有这样的数据 所以跟这个水到底有怎样 对 那也许是这个水影响到它的溶出的情形 真的假的 还有酵素的活性的情形 也许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根本就跟那个没关系 根本就是跟品种有关 现在牛奶凤梨 你怎么消 怎么不会刮舌头啊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改良品种了 而且它的含的这个部位也有关系 像以前它就是在那个 那个芽木的那个里面 那个芽木是什么 芽木 芽木 你把它射到里面是什么 一点一点 我们都会把它挖掉 对对对 就那个里面是活性比较强 了解 对 可是你说那个里面那个地方 拿去腌肉是最棒的 因为它活性比较强 对 它拿腌肉之后 那个肉都会变很软 很厉害 所以是这样的道理 它蛋白酶 蛋白酶就是会分解 蛋白质嘛 它蛋白质被分解之后 我们在腌肉 你蛋白质被分解 它不是就软化了吗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就会用木瓜 凤梨 去做这个腌肉 它的道理就这里 了解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原因是因为 我就是在这个 风食公益 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 那个网站上 看到非常多的资讯 比如说以前 我觉得现代人 越来越习食 就是我们要爱习 我们好不容易 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 这个食物 或是农产品 蔬菜等等 以前 一井郎都会把凤梨心丢掉 现在我们凤梨心 都不要丢掉 我们那凤梨心 你又吃不了 对不对 有人拿去嘎口讲 或是把凤梨心 直接拿去腌肉 我觉得也很棒啊 好我们先 一开始的时候 先从凤梨开始 因为毕竟凤梨 是台湾产量 最高的水果 那台湾呢 过去几个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是可以 找到出路 因为呢 我们在2020年 第一季水果的 外销成果 虽然总体看来 我们是负成长 就是负8.6% 但是我们因此 开发了很多 我们以前 可能有一些水果 我们没有办法 外销到某些国家 譬如说啦 我们枣子卖的 也非常的好 然后呢 我们的西家 我们的台东的世家 也卖到了世界各地去 以前加拿大人 不跟我们买世家的 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哇 我们世家的外销的 比例变得高了 这个待会了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 请教一下 我们的教授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柯文庆柯教授 我们待会要请教授 带我们看看 因为毕竟他是南投人 我是基隆人嘛 那我们台湾各地 产的水果有哪些 我们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教授 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HUB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7月12号 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大业大学食品 影迹生物科技学系的柯文庆柯教授 好 教授 因为呢 你知道台湾人很喜欢水果那么多嘛 各地有各种不同的吃法 我觉得台湾最特别的就是我在南部 因为屏东来的吧 就是吃到那个切的那个番茄 然后要沾什么酱油高加浆是不是 对 只有那里这样吃 没有啊 我们中部也有 认真 你们都沾什么 我个人都是沾盐 番茄沾盐巴 沾盐巴 我很喜欢吃水果 吃什么 沾一点盐巴这样 番茄不是应该要加那个酸莓粉吗 很多是这样 加酸莓粉是非常搭的 对 可是这个酸莓粉 有很多它会 那个调味 我们不知道它用了什么 了解 对 因为你必须 你食品 生物科技 我们现在改成 食品技 应用生物科技 名字要越改越长就是了 对 有研究的东西不一样吗 差不多了 是 对 就是改个名字而已 可是你知道 南部既然有一种吃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我也没看过 它说那个Lambu啊 你把下面那个地方 莲屋下面的地方 挖掉之后 然后加二砂 就是加砂糖进去 把它填满 听说吃起来会有 不一样的感觉的味道 南部真的有这样吃吧 也许啦 我没有这样吃 你没听过 我没有去 看 还有人说 那个莲屋中间 加炼乳或是蜂蜜 然后也有人说 如果加蒜头酱油 应该也不错 然后你知道 屏东县长 潘某安潘县长 他用那个柠檬啊 然后加那个 有点类似像 盐巴或是梅粉吃 他说非常好吃 也许 在这种 各种水果的吃法 如果能够把各地的 他们特别研发出来的 来分享 那大家 我觉得这很棒 各种菜单 也许是一个 对台湾水果的推展 也是一个很好的 了解 可是你知道 像一般消费者 现在都会觉得 水果是产在哪里 就是产在超市里 或是说产在 就是传统市场里 都会不知道说 那一些水果 原来盛产应该是在哪里 来教授 你应该很了解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台湾的各地 大概几种比较大类型的水果 是产在哪里 好 我问你了 好了 完了 我要被考试了 我今天有看那个 风食公益 饮食文化的网站 来 我来看一下我的记忆力 哦 不可以 来 如果说 蟋子 你会想说 台东啊 你看 都知道嘛 对啊 草莓 苗栗啊 梅子 梅岭啊 梅岭是台南吧 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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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是台南 还是嘉义 嘉义 好 你看我弟弟很烂 你听他有这个 其实梅子 他的分布是比较广的 是 像刚刚讲的这个 蟋子跟这个草莓 草莓 蟋子 这个产在台东 他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九十哦 对 那草莓在 在那个苗栗 大湖那一带 对 他也是占大概九十以上 哦 90%以上 了解 所以你看 那大部分 都是从那边 算是独占啊 对 那你如果是梅子的话 我们听起来 像是蓝头县 像我的故乡 以前就是用梅子文明的 对不对 我们那边就很多外销工厂 然后产很多这个梅子 像圆林 有没有 圆林蜜件 它那个区块也产很多这个加工的这个梅子什么的 了解 可是呢 它实际上它的原料的产地是比较广一点 是是是 不过台湾整体来说是中南部产量比较高 了解 整个水果 嗯 都是中南部 北部产水果比较少 比例算偏蛮少 比较少 比例上是很少 像新北宜兰有一点这个柑橘类 对对对 但是整体来说是 占的不多 嗯 主要都是在中南部 嗯 那其实还有一些比较独霸的 比如说琵琶 你会想到哪 哈哈 琵琶就台中 琵琶这个不是 琵琶是水果是蛮冷门的 你回家的时候 你会看你妈削一盘琵琶出来吗 为什么琵琶没有人用削的 好 用剥的 哈哈哈哈 我好烂哦 你就知道我对琵琶本人很不熟 谈到这个琵琶 你为什么会不熟 我来讲一下 超不熟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产季只有一个月 只有一个月 对 然后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加工的问题 了解了解 琵琶的加工又非常少 嗯 所以你就会削得很少 对啊 它都是生鲜的 啊它又很不耐 对很不耐放 一下子就会坏掉什么的 所以这个琵琶 我们在市面上就会看到的几率会比较低 嗯 因为它产季毕竟只有这个 四月份左右 那个一个月左右 对嗯 啊你梅子的话 它的产期其实也是一个月左右 对 可是它加工品太多了 所以你知道你问我那个太冷门琵琶太冷门 你再来一个人再来一个 那其实像台中它是水果的 很多水果的 类型最多的 对很多 而且产量都是台湾最高的 是 比如说莱亚 莱亚 像莱亚这种 因为台中的地方它就有海拔 是 我们台湾就是有平地有海拔 对 那像台中你看那个湖寿山农场 那个冯士林场 那比较海拔比较高的 对 它就可以产各种这个水果 了解 所以这个梨它也占大概百分之六七十 那比例很高 很高 因为北部的话我只会想到的是三星上降梨 对不对 那像桃子啊 米枝啊 这一些大部分都是台中会比较多 产量也都是占的蛮高的 了解 那凤梨呢 凤梨到底哪里产 凤梨 凤梨的话 关庙是不是那边很多 凤梨其实它的产区也是蛮广的 蛮广的 主要也是就在南部的地方 像屏东比较多 了解 但是它比较多 它也只占大概三十%左右 是 其他的像台南高雄嘉义都有 都有 你如果分布比较广的 它就会比较 没有 特殊性就会比较降低一点 其实在这个网站上 我今天也看到一个资料 我也觉得今天也要请教授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现在夏天我们最常吃到的水果 奶鸡会种出那个叫什么 玉盒包吗 玉盒包 对玉盒包 奶鸡嘛 或者是芒果 芒果就是可能什么金黄芒果 还有什么 有精密 有精密哦 对 可是外销最好的是那个哪个品种 艾文 艾文啊 艾文也是听说 我的健身教练说 是在所有芒果当中 以芒果类来说 它的热量算是比较低的 艾文芒果 可能它比较没有那么甜 比较没那么甜 它比较 那个甜酸比较适合 我比较喜欢吃艾文 我也喜欢 因为我最近 因为现在是盛产 对啊 超盛产的 现在这个芒果 我们台湾的技术太厉害了 是 你看一棵芒果树 实际上 它不是只有一种芒果 怎么可能 它可以 不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吗 你难道 现在很厉害 种瓜的地方会长出豆子来 你如果碰到这种达人 你就会了解这个 真的假的 这农业的达人很厉害 它可以接枝 你意思是说 在一株芒果树里面 它会长出 一棵树 它有很多树枝 它可以在那个树干 去接别的品种 那这样子 这棵芒果树 它可能就会有 土芒果 对土芒果 去接这个金黄 去接金蜜 太夸张 所以它长出来的 那个水果 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那所以意思是说 它长出来的水果 有可能有金黄 有土芒果的香味 也有金蜜的香味 再来一点爱闻 是 像现在那种 乌香芒果 吃过吗 没有啊 它是龙眼的味道 这么酷 对 它的皮是绿色的 皮是绿色 不是 皮是绿色 就是有点像是 土芒果那种感觉啊 它不太会变 土芒果有时候 还会变滑 会变色 那个乌香 它是乌香嘛 是最近的吗 最近几年都有 真的假的 而且价钱不是太贵 那我想吃吃看 因为现在 它吃起来就是龙眼的味道 但是我个人 我是觉得说 我就没有 我就喜欢吃原来的味道 它就会变得太多种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没有接触过农地 我今天听教授讲 我才知道 原来那一棵果树上面 可以长出各式各样不同的芒果的品种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那棵果树 就好像是吃了一盘 综合五种不同芒果的一个新鲜水果冰的那种感觉 可以的 像有一个葡萄的 对葡萄 我碰过那个农业的达人 对 他就告诉我 你不要小看这一株 这一株葡萄 上面七种 太扯了 我觉得下次我们要开团 你要带我们去看看 因为我们真的是太 那个就是材输学浅 我们都没有见到 这些有时候他并没有说大量生产 是 有时候就是某一个人 他觉得他休闲 他的兴趣 那他这样配来配去 他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品种产生 所以我们每一年才会 我们的水果都会有一些新品种跑出来 所以这个农业里面就有很多这种能人藏在里面 他经过一段时间 他的实证 他觉得说这样弄出来这个水果蛮稳定的 品质又符合很多人的需要 这个品种就可能会推出来 或者变成他的独家 没有像金钻凤梨这个称号也是前几年突然出来 然后他品质稳定 然后销量又好 然后大家口味接受度又高 所以他就开始大量生产 就是这样来的 但这是我们国家的研究单位开发的 我们有这个农业改良场 我们从北到南都有这个农业改良场 有七八个 那这里面每一个他有他的研究的重点 他就会开发这个新的品种出来 我们很优秀 如果这个品种是很好的 他就会推广给农民 但是他就是要因为是政府机构 他就是要让农民普遍了解 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某一小撮的农业专家 个人的农民自己 喜欢mix的 对他就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事 好酷喔 这种农民我真的很想真心很想认识 他那个什么嫁接技术也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强了 对很强 好那如果说到芒果 芒果他到底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营养成分啦 或是说芒果有没有什么吃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事情 我们芒果 你看它的颜色 那个果肉都是这个金黄 对对对 这金黄就是类黄桶类的 这些类黄桶 它就是有很好的这个抗氧化性 喔好棒喔 那对眼睛也还不错 对 我们水果的特征就是甜分高 对 那另外水分也是多了 是是是 那另外就是它的颜色 对 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颜色 芒果芒果的颜色 葡萄葡萄的颜色 对 当然芒果也有不同的颜色 是 那这个水果就是这么多的颜色 是 那另外就是它的香气 是 它的香气有闻起来有各种不同的 嗯 那另外还有它的那个什么酸 嗯 水果里面就有这个果酸 嗯 那我们果酸主要就是苹果酸 柠檬酸 嗯 还有这个九十酸 九十酸 这三种是最主要的果酸 了解 其他还有微量的像醋酸乳酸这些 很微量 嗯 会有 嗯 但这些果酸再加上这些糖 它就构成它的一种口感 嗯 那还有香气 嗯 就就是一种吸引人的 嗯 还有它有各种功能 花青素啊 类黄酮啊 多酸啊 对 实际上类黄酮 花青素都是多酸 是 化合物 是 这一些都有很强的抗氧化性 了解 那另外还有矿物质 那加起来就是水果 所以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什么 纤维 所以啊水果的纤维其实是很重要 可能有些人会说啊 我就是不喜欢咀嚼的感觉 啊我不喜欢吃到那个一丝一丝的 对 所以有些人就喝果汁 可是喝果汁有一个 不是说果汁不好哦 因为果汁的糖费也是偏高嘛 再来是你吃不到水果里面的纤维 还是有了 对啦 但是比例会减少 因为毕竟你譬如说你拿去慢磨也好 你拿去果汁机弄也好 它的纤维会被破坏 是 所以其实还是吃原型的水果 或是原型的食物还是会比较好 会吃的比较多 对 那如果以芒果来说 我在网站上看到一个很宝贵的资料 也是婆婆妈妈们去菜市场 小姐太太们 在选那个芒果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疑虑耶 因为我到底要选那个芒果 是有时候看到上面有个黑点 有没有 然后我就心想说 那个黑点是不是 派去啊 还是怎样 这个黑点它就是 就是一种芒果的一个病 那这一种病呢 怎么办呢 荣维会之前就有讲 对对对 讲说这种 你就是把这个黑的这一个部分 你把它消除 它是不会危害人体 以前我们在那个 我小时候也经常吃这种 也没有 你看你还是长这么健康啊 对啊 不会怎么样 你身体也没有受到危害 因为它这种病 就不会传给人 可是不是 它看起来不太美观 而且芒果到底要怎么看它 譬如说 现在大家都在买芒果嘛 那我选了那个芒果回来之后 我都有时候 我喜欢选稍微深一点点的 然后放在室温 它熟一点我再吃 可是我们真心没办法判断 它什么时候吃才是最好 你有做过芒果研究的 芒果什么时候吃 因为我们水果 都是在比较成熟的时候 它的香气会最足 可是在很成熟的时候 万一你不胜 它就会过熟 对就过熟了 它自己也有这个抵抗力嘛 所以你看这个芒果就过熟 它那个黑白 黑的就会跑出来了 对对对对 就会过熟 它就会变烂 你如果这个过熟 有一些它会有杂菌 会过来 像之前不久的新闻 我们台湾的 它吃了什么东西 结果好像 发生什么毛病 我弄掉了 它那个水果就是有这个 所谓的镰刀霉菌的生成 所以它就渗透到这个果肉里面去 我要问一个问题 芒果到底适合 这个网站上也有很多资料 有没有有一些芒果适不适合早上吃 其实吃这些 我们站在这个科学的角度 就是你营养要均衡 对 你不要只吃同一个东西 你说我要用水果来当做主食 对 可以吗 当然不行啊 是啊 我们的营养就是要什么 蛋白质 脂质 碳水化物 不是 可是因为我就坚信一句话 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说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我们就觉得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所以我曾经要为了要减肥 我就是完完全全 一天三苹果 我就觉得医生应该会离我很远 后来我就马上去跟医生报道 后来才发现单一食物真的不行 无论它再怎么好都不行 他一天一苹果是叫你说 一天要吃一个苹果 他没有叫你只吃这一颗苹果 你还要别的食材的一个配合 我就蠢美 蠢美 就是年轻犯错蠢 好 我们刚才聊芒果而已 我跟你讲 这教授这要来很多次 好 下一个阶段我们来聊荔枝好了 好不好 因为其实在这个 丰时公益 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 这个网站上有写 其实它有列表 有一些水果 你不要以为说水果吃了 譬如说它有维生素C 有一些矿物质 有一些营养素会吃进来 但要注意 有些水果你不能空腹吃 然后有一些身体状况的人 有一些水果 你可能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教授 晴天雨天 每一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直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12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大业大学食品 寄生物科技 什么应用学系 是不是改了 对 对 很不错 以下就寄下来 我真的头脑还要寄好多事情 好 老师柯文庆教授 好 教授 我们来聊一聊 从荔枝先聊好了 因为台湾其实 那个荔枝盛产 现在也是荔枝的盛产期 然后现在大家浴荷包 哇好甜哦 真的好juicy哦 可是哦 我小时候曾经吃荔枝 吃到有一个心理阴影 因为你知道荔枝里面 会有那种白白的蠕动的虫 超可怕 我跟你讲 你一辈子只要看过那个虫 你就会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就是会一直疑神疑鬼 觉得那个荔枝里面有虫 你是不是也有吃过 有啊 我妈都跟我说那是蛋白质 对 她到底为什么要跟我们抢吃 那个玉荷包 人家昆虫类的 它也是需要营养 人家本来天然的咒误 是为它们而长的 你要为昆虫讲话 我接受我要接受 可是问题是 那个虫在那边真的很恐怖 我妈都骗我说 那个有蛋白质啊 你吃掉就算了啦 就这样子好了 所以我们食品不是只有 刚刚聊到的营养什么这些 食品它是有一个心理因素的 对 我们吃一个食品 我们要讲究什么 色香味俱全 对 为什么要这样 它就是心理因素 没错 什么最重要 色最重要 色就是它的外观 所以是视觉先看到 对 所以它的外观是最重要 没错 然后你才会拿来闻看看 人人都是外貌协会 闻起来又觉得香了 对 你才会拿来吃看看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色香味 是有逻辑的 但是如果是提到荔枝啦 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地把这个问题来问教授 也是因为我看了这个网站 我才知道说 我的知识跟尝试是不是错误了 因为我一直以为水果啊 我尽可能的不要再傍晚之后吃 因为糖分太高了嘛 所以我尽可能会把时间调早一点 然后呢 我早上起来我就想要吃个两三颗 有一天我早上吃了大概五六颗 吃完之后我全身不舒服 可是不是荔枝有问题 我不知道就是一直觉得生理好哪里不对劲 会晕吗 有一点点 因为这个在印度就去年是今年 对 它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它就尤其是小孩子 比较会更容易 你看你跟我就知道我年纪多小 它就是 你笑而不答什么意思 好啦好啦 荔枝里面有一些成分 它会抑制这个葡萄糖的生成 所以 所以你如果说空腹去吃的时候 我就是空腹吃的 它会变成低血糖 不是 可是它里面糖分很高耶 它不但没有血糖上来 因为它抑制我们人人的这个葡萄糖的生成 哦 对 所以这个尤其那种印度的这个小孩 它本来就营养又不好 是 营养又不好 所以你吃了 它的血液里面的糖 可能就比较不足了 对 现在又抑制 所以它就会更低 了解 那造成它死亡 了解 那成人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还好我活过来了 但是如果说一般人啊 请教授跟大家讲 因为其实像我现在吃东西 我都会很注意那个食物是高GI的食物 还是低GI的食物 来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GI值啊 现在在房间很夯 来请教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GI值 这个GI它就是葡萄糖指数 它是葡萄糖指数的血功 它是用葡萄糖 因为我们葡萄糖是最容易吸收的 还有白面包 是 它这种就是在我们代谢的时候 很容易 我们吃了之后 你的血糖就会 吃进去之后 我们血糖 很快上升 你经过时间 对 比如说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它会有一个血糖上升的波度 对 那这样子你把其他的食物 吃了其他的食物 来跟这两个标准品去比 哦 了解 两标准品之一啦 你用葡萄糖 通常是用葡萄糖 葡萄糖来比 来当做标准 标准 那这样子你去比 如果比葡萄糖 它的70% 那你 它的GI就是70 它如果是50 你就是 GI就是50 是 这样子 但是高GI的食物 跟低GI的食物 对我们人体会产生的反应 会不一样吗 就是血糖 血糖值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吃高GI的食物 或者是水果的话 我们的血糖上升会比较快 对 对 对 那假设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有一些 比如说水果不能早上空腹吃 是这个原因吗 空腹吃也许它的反应会快一点 对 但是你不是空腹吃 一样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了解 所以它在做这个GI的时候 它会控制在一定的条件 你如果这个也吃 那个也吃 那个也吃 就很难去比较 它会单吃这个东西 然后来比 那低GI的水果 我现在知道的 譬如说像是芭蜂 然后我就讲不出第二个 我们 第一 GI比较高的 就是西瓜 榴莲 荔枝 龙眼 这四种 它都是高以起始的 都是很甜的 这个跟它是不是那么甜 没有绝对关系 跟甜糖度没有绝对关系 它是你要吃进去 是是是 但是你吃进去 是你 这个水果 它是不是有别的成分 比方说它还有 除了糖之外 它还有别的 它还有蛋白质 可能微量 了解 荒物质 纤维质等等这些 它会影响它的代血力 所以有一些水果 它就一定要每一个去测试才知道 了解 你才不会干扰那个准确度 是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高GI的水果包括了西瓜 榴莲 榴莲 荔枝 荔枝 这种 OK 好 所以其实高GI的这个水果 要 比如说减重的人 尽可能的少吃 它都高于70 对 少吃会比较好 那DGI的呢 DGI的 我们可以多摄取 就是比如说番茄 当然番茄它有种类的不同 对啊有什么玉女番茄 圣女番茄的 其中圣女番茄可能是比较低的 对圣女 然后还有芭荔 奇异果 樱桃 像樱桃也是蛮甜的 可是它的DGI测出来 真的假的 就是比较低一点 我曾经有听我朋友讲 因为我好爱吃樱桃 然后就是吃樱桃可以补血很OK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就尽量吃啊 那樱桃很甜耶 那吃了会变胖 这个DGI 你除了刚刚讲这个DGI这个以外 对 有时候你也要考虑你的热量啊 哦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人生要考虑 它是DGI没有那么高 它是不会影响你的那个血糖的这个 可是你 它还是有热量的啊 对它热量是高的 糖高 你的热量 为什么我们减 我们为什么一年365天 都要考虑这么多事情 我都没有考虑啊 教授很烦耶 你均衡就好 你要考虑的是均衡 我真的下次要开直播 他在那边 还给我摇头说 我都没有考虑啊 你有考虑过我们女生的心情吗 我们always想要减肥或什么的 好 但是哦 还有一个 也是在网站上的资料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 可以上这个网站好不好 这个网站叫Fool Foods 好不好 Fool就是F-U-L-L 然后F-O-O-D-S .O-R-G Triple W OK 我们里面有一个粮食卖动的活动 对 大家可以上去看 对 但是呢 大家很在意 有一次女生很需要的 维他命C 譬如说我们常常曝晒在外面啊 我们要补充维他命C 有没有那种维他命C的水果排行榜 我看到的时候 我对这个水果好感度增加 虽然它真的很硬 然后有时候觉得牙齿快掉下来 维生素C最高的是什么 来了来了 想不到是芭蕾 对 我看到我才吓到 我一直以为是奇异果 没想到 竟然芭蕾 点点吃沙拉公 芭蕾是维生素 而且高很多 而且高很多 来数字报告一下 毕竟你是科学人 100克里面有270毫克 所以其实要多吃芭蕾 是 现在台湾的芭蕾 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些水果 现在芭蕾品种也很多 是 什么红芯芭蕾 好多 牛奶 是不是有牛奶吧 为什么很多都要 又有牛奶凤梨 又有牛奶芭蕾 又有牛奶芭蕾 又有牛奶释迦是怎样 它就有那种味道 OKOK 它并不是撒牛奶上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农民怎么种的 好 芭蕾怎么样 我说芭蕾台湾的芭蕾 现在是几乎 品种很多 对 品种很多 几乎都可以 一年都可以吃到芭蕾 是 所以其实芭蕾 芭蕾我上次看到一份报道 我也是对红芯芭蕾的好感度增加 因为红芯芭蕾它的热量 比一般的芭蕾还要来得低 然后再加上芭蕾它本来就是 DGI的水果 然后它现在又是维生素C的排行榜 冠军 而且你前年都可以吃到 对 我们那个彰化的那个色头 是 小桃 有没有 小桃是产什么你知道吗 袜子 不是梅子 是袜子 穿的袜子 袜子 对 袜子 它是那个袜子的产地嘛 台湾 是是是 但是那个色头那个地方的芭蕾也是品质非常好 可是其实芭蕾 虽然品种很多啦 但是因为我不太会挑芭蕾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懊恼 芭蕾不吸引我的其中一点 为什么现在 你在外面夜市 就是很多人削芭蕾之后 还要加酸梅粉 为什么要添加酸梅粉 是因为 芭蕾 我常常会选到是那种有点刮的 然后呢 或是不甜的 然后我就开始对它有不好的印象 还是说你是很会选芭蕾的人 我很少说去给它精选 我通常都是 这个产季 它产什么 其实当令水果 其实蔬菜水果都一样 吃当令的最好吃 我那天竟然在超市发现有同好出现 我就心想说天哪 会不会以后没有那种产季 有那种分春夏秋冬 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 有可能 因为现在很多是用植物工厂的方式 还有温室 用温室在种的 它就里面有温控 湿度的控制 营养的供应 它也很安全 它的这个污染也很少 这种植物工厂去培养 各种这个 现在很多水果 番茄很多也是这样 你说在 就是用我们讲温室 实际上就是一个植物工厂的一种 就不是说在土地上种的就对了 对啊 好酷哦 现在有很多是用这样 种在比较保护的一个环境 那它的土壤也都经过杀菌处理的 了解 那再加上温湿度 这样子你是不是一年世纪的你都可以去调节 对 它就不太会有外界的干扰 对 好 最后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教授 就是说因为你是念食品的嘛 其实台湾水果已经很好吃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把水果拿去做加工呢 或者是说啦 因为前阵子我朋友一直跟我分享说 假设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吃到新鲜水果 吃果干也很不错 可是果干OK吗 我先说我们食品加工的方法 对 那我们在想说水果为什么要去加工 对 加工第一个就是加热杀菌 就把它做成一个罐头 它就是有一个密闭的容器 是 那你把我们的食物放在里面 然后经过杀菌处理 这样微生物外面的杂菌 是不是不会去污染它 是 这是一种加工的方法 对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把它冷冻冷藏 用低温 是 这样它微生物就不适合生长 可是冷藏它时间是比较短 你存放的时间会比较短 冷冻的话 你就可以放得非常久 是 看你的温度多少 对 所以这个低温的保存的 这个保存食物的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就是把它干燥 干燥 脱水 因为水是微生物长的一个因子 对 你把它脱掉之后 这个产品就可以保存 那另外第四种方法 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干燥 第四种方法就是发酵的方法 是 好 那这个发酵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生物科技 食品加工 在生物科技这个部分就是用 发酵的方法 它就是用很多益生菌 这些有益的这个维生物去进行 现在益生菌很夯 对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产品变成另外的产品了 对 所以为什么要去做加工 就是因为有这些方法 它是不是都有保存的保存性 可以让它延长 对 第二个你会方便 可是我的疑虑是说 假设如果我们真的用让它是风干了 或是干燥机那种 它那个水果的营养成分会不一样吗 有一些会热破坏 但是实际上你干燥了之后 你吃芒果新鲜芒果 跟这个干燥芒果吃一样多 哪一个热量比较可能 当然是干燥芒果 所以它是不是浓缩的效果 对 它的营养实际上是浓缩的 但是有一些会受热破坏的 你会破坏掉 像这个维生素C这一种 它就比较容易受到热破坏 尤其罐头的 所以这个做罐头的人 他也用各种方法去 科技的方法去减少这个热的破坏 干燥也是 干燥也有很多干燥的方法 科技比较高一点 就是这个发酵的方法 因为发酵的方法 你有牵涉到维生物的一些作用 你让它产生新的功能的东西 本来这个水果没有的 对 你会产生 譬如说我拿梅子去酿醋 也是发酵 我就里面加醋 然后加糖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东西 它会产生不同 实际上你去泡醋 这个醋是防腐的作用 醋是防腐的作用 对啊 当然是防腐 那弄酒 里面加威士忌也是 加酒也是防腐 加那个vaga也是防腐的作用 但是这个水果 你浸在醋里面 你这个水果会不会分解掉 实际上它有分解掉 它会变皱皱的啦 对 它跟原来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就是它有变化 这个变化你去测定那个你的醋 这个醋会把这个水果里面的成分 融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点 它会产生新的成分 对 你这个汁是不是跟原来的醋不一样了 跟原来的水果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对 会不会喝起来有别的功能 有 有啊 心情比较好 对 你会有各种功能 对 这样子你就是一个新的产品 你如果又给它接益生菌 比如说接乳酸菌 我最近在养水克菲尔菌 那是酵母菌 对酵母菌 也是一种益生菌的一种 你如果把它接这一些东西 当然你要 你要看它适不适合 因为有的维生物 它不适合那样的环境 了解 好 我们今天真的是 从教授口中可以挖到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你下次真的要再来 因为你知道光讲水果就讲不完 你下次还可以来聊食品加工 跟食品有关的 可以 好不好 希望有这个机会 有啦 我给你挂波茧 你一定可以来 谢谢药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有点 愿意 喝 谢谢大家